江西龙虎山不仅风光秀丽,龙虎山的牙目更是中国一角,牙目葬是古月,辽人特有的一种丧葬形式,也是我国多种葬法中,最古老,最特别的一种丧葬形式,专家考证认为,龙虎山的牙目玄关群,距今有两千六百余年的历史,是古月人所葬,图片来自东方IC,龙虎山牙目下临深渊,地处绝地, 那么古月人是如何将棺木放入洞内,牙目里葬的又是什么身份的人?古月人为何采用绝壁洞穴墓葬,重重悬疑背后,到底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形态? 如今龙虎山玄关的千古之谜,已令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为他好守雄心,欲解其谜,仿古调装法生至棺木的过程,在龙虎山展现,并成为龙虎山一个固定表演节目,吸引了国内外大批游客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1997年6月25日,龙虎山变下英雄铁,向全世界郑重宣布,有人能解开以下三个谜底的,即,一,棺木如何禁动,二为何采用牙葬,三,葬者何人,即可获得30万元人民币的巨奖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江西英潭龙虎山鲜水沿春秋芽木群,下的飞云阁,每天都要举行多场玄关视调表演,吸引了大批游客观看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由于龙虎山芽木下林深渊,地处绝地,玄关是怎样安放上去的,千百年来一直都是歌迷,龙虎山芽木也因此,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,产生了种种神话传说, 有人说这洞里的东西,是神仙用金丝线吊上去的,也有的说这洞试装的是无字篇书,金银财宝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鲜水岩珠峰翘拔斗险,岩壁光滑平斩,岩脚下便是卢西河,临水悬崖壁上,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岩洞,里面有一百多座2500多年,前春秋战国时期,古跃人的岩木玄关,其葬位高度为20至50米。 在大片岩壁上,洞穴兴罗其部,从如西河洲中或地面眺望,可隐约望见洞口或钉木桩,或封木板,藏一关,而保其伴者多处可见。 因这些洞穴高不可攀,无人入内,其中所藏之物,多少个世纪以来,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在先水盐看玄关当地人称为升官,升官之邪音也,尽管已是后人想象出来的模拟表演,却一样的充满了惊险和艰辛。 龙虎山玄关表演每天两场,分别是下午一点半和四点半,表演者自封顶轻轻腾空跳起,沿着锤齿悬挂道江面的绳子攀圆而下,灵活的身躯在空中表演出许多令人惊叹的高难度动作。 一会儿四郎奔暴突,一个倒栽葱滑下三、四米,一会儿如春莲展翅,脚尖的身形横挂在绳索上,一会儿如猿猴攀圆,手盏采筹当空舞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这些精彩的表演对表演者来说可能是孰能生巧而驾轻就孰,但参观者却觉得惊心动魄,提心吊胆地为他们捏着一把汗。 每当他们完成一个动作,全场都会爆发出震震热烈的掌声和赞叹声以表庆贺。 据说三位表演者都是当地一高胆大的药农,祖祖辈辈都以采药为生,在他们身上,或许能找到千古难迷的答案,有网有衬,又想骗我去江西英潭龙虎山旅游,面对这个千古之谜,你愿意被骗一次,争取把三十万赏击拿到手吗? 图片来自东方IC 图片来自出chy 图片来自立 implemen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